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公司有出差 男主趁出差躲避女主 可女主紧随着男主来到江陵 为了庆祝项目成功举办 公司决定聚会 而男主各种阻止女主参加公司聚会 结果主着拐杖的她出现了 盛装出席 摔了娇 也还是参加男主的聚会 女主对上司的老婆不感冒 还大方地说出自己不畏强权的态度 大声训斥在旁场闹的上司的孩子 不小心用拐杖掀翻整张桌布 男主想让女主工作是一个电台DJ 男主无意间听到爱情杀手张胜基 可以俘获每个女人的心 亲自上门找她 希望她能勾引自己的老婆 于是男主跟张胜基开始完美的追求计划 他好像是一个心理学家 揣摩透了女主的心理 男主做了一份完美的我妻子一切的文件 张胜基用限量的叠叠罐罐 来找到两人的切入点 带女主到废弃的公园做旋转木马 手把手搅挤牛奶 到准点的接送司机 都准确无误的拿捏女主的喜爱 随着女主事业不断进步 慢慢的变得斯文起来 而张胜基真正的走进女主的生活 并且有些假戏真作改变而不自知 最后爱上了女主 女主的访谈节目广泛被人熟知 也迎来了女主的事业高峰 回到了首尔 离开女主的第一个夜晚 男主发自肺腑的开心 打着游戏 女主在工作上的如鱼得水 以及散发的魅力 不再把生活重心放到男主身上 男主回到家吃不到可口的饭菜 没有他的唠叨 他开始按耐不住 坐立不安 女主开车给男主送来了便当 借工作的缘由回到首尔 张胜基跟女主在酒吧喝了酒 晕晕乎乎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情不自禁的要亲在一起 偷偷在车里的男主看到这一切 当把女主送到家里 男主开车猛踩油门 要撞死张胜基 及时踩住刹车 两人撕打起来 张胜基告诉男主爱上了女主 指责男主的所作所为 回到家的男主 发现女主再也不是那个 袜子内裤随便乱丢的老婆 也不会要求陪着男主上厕所的她 女主的电台DJ 结束了最后一期的录制 来到海边的女主 发现张胜基跳海自杀 女主希望她忘了自己 结束这段感情 坐在警车的张胜基 像孩子一样大声哭泣起起来 可能这个情圣爱了吧 得知男主让张胜基欺骗自己 女主痛苦不已 在此时女主收拾东西要离开这个家 如今轮到男主手足无措了 她希望得到妻子的原谅 希望不惜一切挽回她 可是女主似乎离婚之心已绝 因为女主害怕地震的恐惧 男主还是像认识的时候那样温柔 两人和好如初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发生了一个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